虎年大吉,隔壁老王,你媳妇叫你回家吃饭了 开灶 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 酱油 白菜 lemon pepper 就是一顿灶,往进放啊 garlic salt 他已经吃完了,那是我上铺的兄弟 他说了干戈,我就不出现了 我说行,没事干,嘚瑟两句是可以容忍理解的 开火,这时候干什么,一定要加水,兄弟们 水要够多 因为我们吃的是火锅 水加进去之后呢,盖盖 先让他开起锅来煮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聊天环节了 知道吧 好,小伙儿慢慢煮 人生慢慢聊 我把该放的都放齐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五九不成习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钢戈跪坐的对大家说声 虎年大吉,祝大家虎虎盛威 虎逼朝天 好,言归正传 今天的这题话题干嘛 就说说啊,先说说咱们怎么样能来北美开卡车司机 当卡车司机需要什么条件,其实这些东西简单不简单 简单,我们首先要一个非常 一句话,我们要非常 就是说这个逻辑关系必须要非常严谨 首先第一点,人家说来 钢戈,我怎么样能像你一样来北美当卡车司机赚钱 好,那简单了 首先第一点,什么 像我一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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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就记住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你想像我一样,那太难了 我想学你们,我想学谁,学不像 有人说像这个� 시청 有人想我说像这个宝田,是那个配死的 那我能像了吗 我就是我,北美不一样的烟火 所以这点,我就没法学 知道吧,你一定要活出自我 知道吧,像我一样,来北美 好险了,第一步涉及到来 这就叫做,我严我是在加拿大 那你说哎,来北美 有人说北美有三个大国家 有些人说十六个小国还是二十四个小国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的北美就是三个国家 哪三国家 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我这不是从大到小来说的 我是从北往南说的 因为刚刚喜欢北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最牛逼的事情就是找不着北 所以说了 我就想了 不行 以后我就得从北往南走 我说的什么话呢 就是说首先一定来到美美 对吧 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如果你们愿意去墨西哥呢 那刚刚也不拦着你们 但是我现在说的 因为我是在加拿大 如果有些人说来刚刚 怎么来加拿大 怎么去美国 我走政治庇护 我走留学 你们自己的条件我不知道啊 你们要根据自身的条件 来决定 当年刚刚来加拿大 二十郎当岁 小伙子 对不对 留学过来 你们要看看你们 对不对 怎么样来加拿大 你要钱 有钱吗 你要名 有名吗 还是你是生生学子 有能力啊 总得拿出一样来 对不对 我羽毛球打的跟灵丹不相上下 技术移民 刚哥 我富可敌国 别说富可敌国了 刚哥 我跟马云的 我跟马云的账户上的数字差球不多 有钱 投资移民呗 刚哥 我啥能耐没有 但是我年轻 好 你年轻 那就是资本 这时候你想想 怎么样移民 怎么样出国留学 就合一了 出国留学 本来需要的什么 兄弟们 本来就是需要资金 对不对 那你说了 对不对 那多简单的事啊 所以说呢 所有这些出路里面 留学是最简单的 但要求呢 貌似也是繁琐 如果你年龄太高了 不好意思 不行 但就是你留学出来 我就问你兄弟们 需要钱吗 也是需要那么一点点钱的 如果你说 哎 刚哥不需要 那好 他怎么样知道 你有没有钱呢 你是不是 把证明给他看 只要这个证明 是真实的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不管 对吧 聪明人刚刚一点就透 一说就明白 那好了 那我们就解决了第一步 怎么样来加拿大 对吧 好了 那你来了加拿大之后 是干什么 学卡车 对不对 你一定 开卡车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相信好多 在在座的面前 在在看我视频的 多数人都有开车的能力 但是你或许没有 在加拿大开车的资格 开卡车的资格 怎么样去取得呢 现在加拿大 考取加拿大 一级驾照 卡车的资格呢 首先呢 就比较繁琐 我之前的视频讲过 那今天我再给大家提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能在这呆 待在晚超过六个月 那是没有资格去考取加拿大的一级卡车驾照的 如果说你们拿的是旅游签证 能不能考 不好意思 考不了 那你说刚刚我拿的学生签证可不可以考 告诉你 可以 那你说我拿的其他签证 那我不知道 你拿的工作签证可不可以 可以 那如果说来加拿大 我知道的啊 就是比较popular的是三种签证 旅游签证 学生签证和工作签证 那我们跑去旅游签证不能考到驾照之外 那就是工作签证和学习签证是都可以考驾照的 都可以考一级驾照的 那你考完一级驾照之后呢 再说 如何去跟我开卡车 你考了一级驾照之后 只是说你拥有了合法的资格 但你能不能开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 你怎么样开 自己买车头开吗 如果不是是给别人开 那你给别人开 别人让你开吗 怎么样你就能让别人 怎么样别人有车了会让你开 加拿大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干啥都要经验 干啥都要经验 没经验怎么办 我之前也说过 你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学好了卡车之后 干嘛 我不开工 我歇一年 之后我就跟人家说 我有的是经验 但前提条件什么 你一定能开啊 知道吧 你一定有这个能力开 第二种什么 我直接买车头 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 我买了车头 直接挂靠公司呗 我是以什么 以合作人的方式出现的 对吧 那第三种 像刚哥这样 你们过来找刚哥 刚哥带着你们 但前提条件 你一定拿到 你一定来到加拿大 哇 这香味出来了 这香味出来了 太爽了 太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吃了 一边吃一边聊吧 兄弟们 好不好 过年了嘛 对不对 过年了 必须顶酒 也必须顶酒 是不是还不能一个人过 对不对 顶俩人 兄弟你在那儿还玩 还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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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荣耀呢 哇塞 你给王哥荣耀 刚哥这视频里 又给王者荣耀 是不是又是啥了 其实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没事玩玩游戏必须得玩玩游戏的时候必须得认真必须得废情忘食像我一打打通宵 饭可以不吃水可以不喝那你说队友撸起来了那我能坑队友啊必须不能坑队友啊对吧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我们这牛肉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放进去啊这样才够爽 这三片牛肉就是一口你知道吧我也饿了咱们一边喝一边聊咱聊到哪了不重要重要的现在其实聊了已经差不多了啊 这是刚哥的小碗大家就知道我吃火锅怎么吃 必须顶有蛋 把蛋打开 看这个一定要用柠檬这个我喜欢柠檬这个酸味稍微来一点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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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喜欢这个garlic salt 哇蒜香的盐有蒜的味道也有盐也有盐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搅和搅和 哦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入到刚哥口里都不见 尝口尝口尝口 嗯 是什么意思 这点盐味和那点酸味 哎这牛肉嫩 爽和 嗯 这牛肉得进去 再来点白菜 白菜 哇塞 这白菜多煮味多煮味 哇塞过瘾 兄弟们 我不知道你们过年吃什么啊 最重要过年图个气氛 有家人陪伴 那就是乐 嗯 好 早起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因为这不是直播啊 所以说我给大家拍的视频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在新的一年里呢 虎虎生微真的开开心心的啊乐乐去去的在哪里赚钱并不重要是开开心心的去赚钱对不对 有些人说其实我不说了我在北美开开心心的赚钱容易吗也不容易 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 这本经我们谁谁来念 只有我们自己能来念 知道吧 这牛肉 我告诉你 当年我来温哥华的时候 那能吃这牛肉吗 啊 哪有牛肉吃啊 哎呀我 我 当年我来温哥华的时候我跟你说啊 三块九毛九的土豆 两块九毛九的土豆 十磅 我天天吃 那年头 如果说我一天没吃着土豆 我都觉得浑身没劲 知道吧 就是最近几年了 我才把这个土豆给借了 不是说我不吃土豆了 是 发现 就是因为 我自从做了YouTube之后 我发现了啊 我就不能再吃这些东西 一天呢 钢戈不吹牛 我跟你说一天三次 真的一天三次 现在 老了年纪大了 我一天一次就够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 你们 你们 一天三次什么 一天一次又是什么 刚刚说我是一天吃三顿饭 知道吧 年轻的时候 真的一天吃三顿都饿 可是现在年纪大了 我一天只能吃一顿 就够了 你让我吃两顿 哎呀我跟你说受不了 小孩受不了了 现在 知道吧 你们是不是想歪了 所以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你们要与 你们要有 好的方面去想嘛 对不对 这样 你们就会越来越跟我一样 积极向上 对不对 再吃口牛肉 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为什么 以前我在卡车里 根本享受不到这种幸福 根本就不会吃也不懂得如何去吃 那什么感觉 自从有了你们 喜欢看我的视频 还说这哥们真是 我就开始吃上了各种各样的好吃 谢谢 谢谢你们 虎年 我有牛肉吃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虎年也能吃上你们想吃的东西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 聊了不少了 喝了这口酒 跟大家祝福一声 还是心心的祝福大家一声 虎年 吉祥 我喝酒喜欢喝慢酒 接下来几分钟 就是大家看我吃饭的时候 我也陪大家过个年 吃个饭 好了 我也少说两句 你们 多吃点 我 多喝点 让我们的小日子 过得 开心点 不管你是在天南 还是在地北 是吧 希望我们能在彼此这个 这一时刻 开开心心的 过个年 有人陪的 陪着 没人陪着 想想 远在他 远在他乡的故人 总会有一天 等疫情结束 我们把酒延换 新年新气象 从这口牛肉 开始 哇塞 今天的牛肉 无比的鲜嫩 如果可以 机长 跟我一起 在卡车上 吃吃 喝喝 冬天呢 吃吃火锅 过年了 吃吃饺子 最重要的是 你们所爱的人 都在你们身边 陪伴着你们 我是 北美老司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